高价的冲击之下 如何苦名所苦 那是否可以用减税换加薪呢 老委会的主委王荣璇 又抛出了新的话题了 要把企业加薪法治化 他提出了棍子跟胡萝卜的理论 希望企业用加薪来换取减税 但是工总理事长许盛雄他批评了 他说这根本就是社会主义的做法 远雄董事长赵滕雄他也通批 这不是这个主委说说 要加就能加的 不是说你一个主委 喊说我一定要企业加薪 那企业就有能力加薪 不以企业主代保 而且我们也不应该 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在走 企业大佬又开炮 这回猫头指向老委会主委王儒璇 抛出的新话题 要把企业加薪法治化 他愿意三千社会责任 尤其是在照顾劳工权益的这一块 愿意帮劳工朋友加薪的这一块 政府是不是可以设计一些机制 或者有一些诱因 那么来鼓励我们的企业 愿意朝加薪的方向来做一些发展 认为照顾劳工是企业的社会责任 王儒璇提出棍子与胡萝卜的理论 除了有法令为依据 也针对获利企业开出减税 贷款等诱因 期望能获得认同 只是老板们却不这么想 7月是企业竞争立案获利能力 不是企业在说要调大家调 那这样就变成好像是公家机关 大家出大过份 那7月最终局就是官门 不宜去业界去管 7月到底是哪一个 有没有调调多少 因为每一个企业 他的运作的方式不一样 他可能是误会了 看到加薪两个字就非常害怕 大老板们有人抱怨 但也有人乐观其成 当然赞成 这是他们本来应该做的事情 尽管目前还在搜集资料的阶段 但企业加薪考虑立法 已经让大老板们接连炮轰 到底要怎么做 才能坚俊公平性 让企业劳工和政府生营 被王儒璇来说 恐怕又是另一个严峻的考验 东森转经新闻 李平宜 张博祥 台北报导